G.23的遊戲耳機 嗨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天山 今天來幫大家開一下普及的G.23的遊戲耳機 說實話,這家廠商真的非常用心 對於遊戲的聲音品質的部分 真的,我每次在評測的商品都會被敬演一次 這次的G.23的3.5mm錄耳式也不另外 首先,外觀的部分,氣包式的設計真的很炫炮 以及完全不像以往那種單調的外觀設計 才直接採用金屬鑲嵌矽膠的工藝 80%的細波矽膠材質,導致的彈紋真的很猛啊 還有LC2插頭設計,玩具處非常的靈活,而且不卡手 裡面還附贈了電腦音頻的適配器 在手機設備以外,也能兼容多樣性的設備 普及的耳機產品真是CP值深的非常高 麥克風浪燈的地方也可以調整大小聲 和聽音樂時的播放按鈕十分方便喔 但這些可不知這次的重點 G.23的重要特點是可猜式的調音器呀 裡面有兩種實體的調音器 黑色調音器有槍聲的增強劑 也適合人聲的顯示 綠色調音器是王者流浪遊戲那種 豆塔類型的音效器喔 也很適合表現在低音的部分 V3.0 Plus的降噪電路以及抗噪流聲 抗白噪聲的聲音展示 這次是很多耳機都不需要的一個能力 大家可以知道,天山最愛玩的槍戰遊戲 在測試黑色調音器的階段 遊玩了一段時間 聲音表現真的非常的棒 開唱的聲音也完全不會掩蓋出敵人的腳步聲 還有很多細節腳步聲的展現 這點真的還不錯喔 而綠色調音器 原本是推薦王者流浪的調音器 但我平常是沒有在玩王者榮耀啦 所以我們直接使用豆塔類型的傳說對決 聲音展示的部分 特效聲音也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也展現了很多低音的表現 遊玩起來跟隊友的溝通也是非常順暢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講那麼多優點 當然還是要講一些缺點的部分啊 在整體的拆線,尤其是調音器的過程 是蠻需要時間的 而且在收納的部分也不是非常的便利 物件太小也很怕會搞丟這些物件 而耳帽的設計當然也是一個問題 路爾斯的大小每個人的耳朵都不太相同 像田山就換了大概三組的耳帽 才找到適合的路爾斯大小 而且容易在搭配晃動的動作而鬆脫出來 這邊我就還蠻喜歡RX3的語氣設計 非常的穩固啊 可是呢,大家有聽說過 普及的特色就是CP值非常高 地獄下面的商場連結就能夠來到我們的G23啦 當然還有打折後再輸入的折扣嘛 只要輸入PL1X14就可以折扣 甚至只要284元啦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當然也可以試試看這款普及G23的耳機囉 希望大家喜歡 各位掰掰